真正焦点继续来看行政院上周对国会改革法案提出复议之后 今天立院随即召开了全院委员会 那么来进行审查 而行政院长卓榮泰也亲自报告间寻答 其中担任第一棒的国民党团总召傅昆琦火力全开 却遭卓榮泰反呛花莲议会也很精彩 而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则是高分辈的要求卓榮泰不要插嘴 立法院长韩国瑜一度喊出暂停维持秩序 就算直询时间一到 麦克风都被关掉 民众党总召黄国昌持续叫嚣 就是不满十分钟的直询时间 被卓榮泰占用到 严烈卓榮泰时不时举手补充几句 韩院长喊出暂停维持秩序 先暂停跟华委员报告一下 跟院长报告一下 特别拜托不要有抢答的情况 为了国会改革法案复议案审查 行政院长卓榮泰立院报告 兼巡达与蓝白立委对簿公堂 这个可以算不算 花莲现议会的咨询也很精彩 国会委员花莲现议会的咨询也很精彩 请尊重你是行政院长 你不是地方议会议员 苏都与傅困奇针锋相对 卓榮火气不断堆叠 面对兰英立委的滔滔不绝 卓榮一秒转身走回座位 但朝野战火还不止在大院里面 而为了被战21号的复议案表决 公民团体发话包围立法院 因此19号起 他们在院外申结入权 并呼吁民众按照身份证尾数 在院外轮班集结 不只是平常日 而且又这么热 今天愿意来的人 一定都是行动力很高的人 这么样的大日天不靠动员 而是诉诸理念 不过蓝营同样借了路权 更传出六月二十一号当天 要求北部立委 每人号召一百到一百五十人 且所有立委都要轮番助讲 不得违背 基本上我们有做这个图卡 我们有做邀请大家一起来 蓝营计划 我们有做那个小图卡 很可爱 清鸟对决蓝营 国会改革冲突迈入二点零 明天就是总统赖清德就职满月了 针对了他要召开的满月记者会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今天批评 民进党每次遇到事情 就成立委员会 办公室跟国家队 但除了安插自己人 也看不出有什么效果 不只大算赖总统的新政 柯文哲要吐槽的还有复议案 因为总统说复议案有名义当后盾 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民众 支持行政院提出复议案 我也呼吁立马院 应该要把握这难得的机会 其实支持国会改革的还是大多数 我是劝民进党政府 不要每天做那种假新闻 你把那些年轻人骗到 骗到千老东路 你的理由是什么 开场绿营成天制造假讯息 只是新政府商人满月那个表现 却连绿营立委都形容是外星人 赖清德说需要时间 就像是一支球队一样 即便是冠军球队 在谋合之间也需要时间 我都知道啦 问题是你又不是今天才上任的 我觉得 耐性德好像不是在当全民总统 他只是在当民进党的总统 甚至有时候我就说 你根本就在当新潮流的总统 超小野大局面 立法院冲突更激烈 尤其面对两岸议题 蓝预立委汪小林就大强 那总统两岸互无隶属的说法 是爱化台湾 抛弃中华民国领土 似乎在暗呛 汪小林曾说我比你大的言论 虽然汪小林没回应 但党主席像是帮出气 总统想借由成立委员会 让国家一团和气 博善看来三党人各自对立 我们就继续来看 赖清德的总统就职 满一个月的记者会上面 会宣布将成立三大委员会 其中气候变迁委员会 会有挺和派的和硕董事长 佟子贤来担任副召集人 这也被解读 是不是会修正能源政策 而对此红金创办人士郑荣则 强调核能是未来国际趋势 邀请佟子贤 董事长来担任副召集人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加强社会对话 招来挺和派和硕董事长 佟子贤担任气候变迁委员会 副召集人 总统在清德就职满月 不敢松懈 亲自领军 全民防卫健康台湾 气候变迁三大委员会 但佟子贤的加入 是否也会后续能源政策 留下伏笔 三街四街 或者是未来核电厂的演绎问题 这个一流到委员会的时候 大家共同来讨论 说要留到委员会来讨论 不过佟子贤鼓励让核能 成为记载电力 和民进党非和家园立场冲突 立委王世坚日前才在直询台上 点名他别当核能自走炮 要借重他很多的专业 那大家不要只局限于 他在某一个领域的发言 或是只局限于 他过去的一些意见 可能跟部分的人士有所相左 党内帮款家但若要加强社会沟通 科技企业声音都要听 那宏基创办人施政荣 怎么看非和家园这题 所以认为非和家园的话可行吗 我没有意见 目前全世界的大气势里面 机械们他们认为核能是一种现象 意思就是论科学核能风险污染问题 相对可控不过当核三研议这球回到行政院长 卓榮泰手里 人员不知道核三厂如果研议要多久时间 他不能发电 能源政策恐怕还是卓内阁烫手山芋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真的很尴尬 有新手爸妈委托高雄的一间气球公司 举办性别趴 揭晓了那一刻 我们看到的是粉红色气球跑出来 所以大家认为应该是女生吧 但是当初给业者的妇产科卡片 其实是男宝宝 结果没想到竟然是气球公司搞乌龙 兴奋错开气球满满粉红色 让爸爸超级开心 终于能一圆女儿梦 但是后新手爸妈打开妇产科的小卡片 上面印着Boy 肚子里明明是男宝宝 竟然是气球公司搞乌龙 看完那个妇产科医生都会给那个性别卡片 是直接交给气球公司的 然后到活动结束之后 想说打开看一下 结果没想到跟气球颜色不一样 然后才发现他们出错了 都蛮混乱的吧 因为只要遇到朋友都会被问说 你们到底是怀男生还是女生 然后还说我们是有伴跟没伴一样 韩小姐无奈 孩子一辈子就一次的性别趴 特地租场地不制定餐店 和亲朋好友一起同乐 请前后后花了超过万元 虽然这颗性别气球只花一千多 但最重要的环节却出贼 事后业者有道歉 也承诺会提供周岁宴 但让潘小姐很失望 只有一个背板和道具 没看见其他布置装饰 才觉得有些阳春 而未在高雄的气球公司也回应 后续一直有和先生洽谈 对夫妻表达歉意 就是我们提供想要免费给他们 他们觉得有点单调 那没关系我们就说没关系 那看气球你有需要增加什么 我们再多给你们 性别趴确实是人为疏忽 店家当下就退款 后续愿意免费办周岁宴 只是店家本身没有道具 还特地和同行商界 希望孩子难得的派对 别坏了初为父母的好心情 好 至于来看中国大陆行动支付的 普及率高达86% 位居全球第一 几乎所有的消费 只要用手机按一按 就可以完成 真的很方便 可是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导致现在许多大陆的小学生 根本不知道纸钞跟铜板长什么样子 或者是也根本不会使用 而这样的情况 有大陆学者就示警 孩子少了花 真金白银的感受 就会缺乏量入为初的概念 一分一角 五分 然后这个是五角 仔细看着铜板 思考一分一角 哪个比较大 进楼前这几位北京小学生 和我们分享 实体货币是看过 但还真没用过 有些是一分 有些是五分的 五角是五分的 你有用过这些 买过东西吗 没有 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我妈妈 爸爸用手机给我买 中国大陆行动支付普及率 高达86% 位居全球第一 实体货币减少使用 不影响生活 但的确会减少孩子们 认识钱的机会 我们邀请的小朋友 对人民币的铜板 还蛮熟悉的 那现在给他们 一组2.5元的人民币 让他们到小卖部来消费看看 会发生什么情况 来 你们这一组 2.5 一个冰箱多少人 有一块 有一块 有两块的 三块的 十块 十块 那就买两个冰箱吧 铜板都付 大哥 你也太熟了吧 三块 三块 比起用手机 扫一下的行动支付 要一个一个铜板 算清楚了 是大陆小学生 难得的经验 他们可能觉得 那个手机 是一个神奇的东西 里面的钱 可能是无底洞 那就会造成孩子们 对金钱的一个数量 缺乏一个概念 买东西 有一种 有一个交换的 那种 那种 一种形式吧 对 这个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对于越来越多孩子 不认识钱的情况 包括大陆央视 和地方教师 都做出提醒 一旦孩子 少了花真金白银的感受 就会缺乏量入围出的概念 TVBS新闻 林明珍 陈旭一 北京采访报导 国民党副主席 连胜文 上周率团复入 参加海峡论坛时表示 作为一个道地的台湾人 也可以是一个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这段话引发热议 而今天国民党中场会 安排连胜文 进行成果报告 他仍不必会重申 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但是连胜文也强调 中华民国就代表中国 坚持做对的事 对台湾有利 对中华民国有利的事情 是国民党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 所坚持的立场 一言一行 都必须对中华民国有利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向党内勉励 或许也在抑制这件事情 上周前往大陆 出席海峡论坛 代表国民党的连胜文 一句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招来绿营踏罚声 19号回到中场会上 连胜文进行成果报告 再次重申 中华民国就是代表中国 中学年小学的时候 墙壁上都写着 要做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 同时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但就算与蓝营两岸论述 并无分歧 仍可能被扭曲 也不小心只怕影响蓝营 基层选情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件 所说的 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并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讲这个东西的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要强调 两岸既然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自然不能够互相残杀 以及过去的几任主席 副主席 还有马前总统 花了很多的心血 才能够凝聚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特别明明 马前总统的努力 难不成就是因为近期 马英九办公室声明抨击 赖清德主张中华民国 只存在台澎金马地区 侵蚀蓝营两岸 论述根基 党中央却不愿加以反击 始终保持距离 因为赖清德的三个偷天换日 会侵蚀掉国民党的论述的根基 那国民党如果认为说 这个时候没有去碰触两岸关系 没有去这个 在两岸政策上 做进一步的一个区分 我认为这个是很危险 党中央跟马总统之间 其实沟通上完全没有问题 马总统的办公室 就在我的选区 是真的没有问题 亦或是维持表面上的核气 彼此先知肚明 TVB是留意才会 台北不到 我国经文禁限制水域 中共海警船频频闯入 今天海巡署首次举行 例行记者会公布说 18号有三艘的海警船出没 6月上半个月 平均一天则是四艘 面对中共透过黑色地带的侵扰 海巡署未来也规划 每两周就会召开一次 例行记者会 不排除每天公布 中共海警船的动态 站在动态图前 比划一番 18号金门海域 出现三艘中共海警船 看出来了吗 这图和国军 公布共激舰的图很相似 有第二海军支撑的海巡 未来规划每两周 就召开一次记者会 6月1号到6月14号 这两个礼拜期间 平均 大概每天有四艘海警船 白天有时候是四十四艘 晚上大概是两艘左右 2月14之后 是有编队航行进入 中共海警船 最常出没的热区 就在图上标记的 ABCD四大区 全天候定点下矛 目前没入侵过 尽限制水域 但海巡也不敢大意 之后也可能效法国军 每日公布海警船 最新动态 看来赖政府上任后 赋予海巡更多任务 尤其上任仅仅一个月 府院都有出席 相关海巡活动 六月十五 总统首次主持海巡舰艇 成军典礼 同一周六月十二 卓盔也去视察 企图成果 时间点再往前 也到台北港 另外萧美琴 也在二号的时候 只凭消船 扮演第二海军的海巡署 协同国军 巩固台湾海防 任务持重 TVB的新闻 李明辉 李总泽 台北采访报道 宜蘭市在地 七十三年的知名店家 城隍早餐店 业者宣布 七月十二号即将停业 因为妈妈要开刀 后续也还需要时间修养 未来是不是会恢复营业 还不确定 也可能就不继续做了 这间早餐店 是很多在地人 从小吃到大的回应 半肥半瘦的控肉饭 放上一颗半熟蛋 拎上卤汁 刹破蛋黄 再加上一碗味噌汤 这一组是宜蘭在地 超过七十年 知名早餐店的招牌组合 许多人从小吃到大 但未来可能再也吃不到了 店家突然宣布 七月十二号开始要暂停营业 甚至不确定会不会再开 让许多老顾客很不舍 很可惜 很可惜 以后吃不到 有 很可惜 吃了多久了呢 七十年了 这间位在宜蘭市区 城隍街的城隍早餐店 从1951年开始 营业是七十三年的老店 招牌是控肉饭 加一颗半熟蛋 还有人会加上一碗味噌汤 不只在地人喜爱 许多游客也慕名而来 这家是高红是高红是高红 现在是日江去别人一家 好 是这样 对 我才吃 这个做头饭 吃这个 你才吃几年了 这个是不够的 炒餐店刚开始只是个小摊位 后来改到店面 由二代老板娘杨阿巧接手 十七年前 交棒给三代老板娘女儿李玉琴 还有儿子也加入行列 由一家人共同经营 三代老板娘表示 因为妈妈膝盖不好要开刀后续还是要复健修养 决定营业到七月十一号 七月十二号就会开始休息 未来是否继续营业还是未知数 你不一定 不一定了 可能会再开 可能 可能我这个阿卡大会做 店家经营七十多年 曾经有客人喝完酒后清晨来点餐 因为要排队太久 引发不满闹事 如今知名老店要洗灯 让很多人感到不舍 物价通膨跟高房价加深民众的生活压力 更会让中产阶级产生无力感跟相对的剥夺感 尤其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 中研院院士也点出了得关注中产阶级的消失 认为跟高薪产业集中 教改制度脱不了关系 我觉得最明显的应该是饮食 就是三餐的饮食 尤其我主要在东区上班 那我通常比如说午餐和晚餐 在这附近吃的话 150左右跑不掉一餐 三餐随便吃都破百元 有感于物价通膨 饮食涨幅明显 感觉钱变薄了 而说到买房的梦想 确实也是无形中一股压力 然后我北漂又还要还学贷 所以买房对我来说 是一个蛮遥远的目标 你看到身边的人 虽然可能他们年纪是达你五到十岁 或是更年长的人 他们已经有在买房了 或是已经付了头期款 或开始在还房贷 当然也会觉得 我是不是假设我到 在五个年之后 我有办法达到吗 如果去做一些类比和联想的话 确实会觉得它是一个压力 面对职高不下的房价 买房似乎遥不可及 倒出不少人的心声 特别是对于固定领月薪的上班族 对生活容易产生无力感 房价或是物价的高涨 然后让他们过去 同样的这个努力的 这个付出的程度 可是现在却达不到 这个五子登科的那样的 这个就是结果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讲 是会产生还蛮大的无力感 还有相对剥夺感 看到社会现在是越来越去不公平 那么心理的这个感受 很有可能就会 有些就会选择就是边缘化 然后就是躺平 尤其财富分配的恶化 贫富差距扩大 跟中产阶级的消失是有关系的 而中产阶级不只是单看所得 还要有愿意工作 具有足够教育水准 再来也需要有足够的消费能力 因此牵涉层面广 而中营院认识王平认为 和产业结构甚至是教改制度 都脱离不了关系 其实最赚钱的产业 就是基本上就是ICT的这一块 而且ICT里面 如果用两码来看的话 偏重在就是少数的几个 比如说晶片跟那个 跟那个IC的设计业 有赚钱的这么少几个产业 所得一定是更会集中 我们要深切的体验 台湾教改是不成功的 不成功的原因是因为 太快速的平民化 本来能够在这个技职教育体系 能够发展到非常好的中产阶级 也消失了 高薪太过集中 导致富者越富 贫者越贫的现象 而想要往上爬 翻转人生 也得靠教育扎根 不只是教育机会要平等 王平认为大学普及化 也会造成人才挫折 伤害中产阶级 到了大学以后 好像都是普及化了 这个受到教育 没有一个专才 他出来以后 毕业就是失业了 然后还有一些人 毕业以后不愿意就业 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是了不起 他是大学生 为什么要去做一些 这个技职做的工作 所以这个教改 其实是一个对于台湾的 这个人才的错配 教育要改革 其实我觉得到目前 这个大概已经开始在做了 可是台湾最不容易改的地方 是教育制度不能改 另外财政政策专家也点出 台湾的课税问题 不可再被忽略 在股票市场 其实我们看到 这价钱指数这样子的涨 很多人其实在股票市场里面 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但是证券交易所的 其实都没有交到税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去检讨 资本利得这个部分 是不是有很多的资本利得 根本就没有放在税机里面 把这个部分的税机纳进来 我相信可以有助于 让这些资本所得者 负担合理的税负 今天也可能可以让薪资所得者 助税负担可以轻一点 房地合一税的话 基本上空地税还是要加重 不只是民用地 不只是住宅用地 也要包含工业用地 因为工业有很多企业家在养地 一阵水也要赶 台湾定到20%就挡住了 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 而且对小孩子不是好事情 因为他们拿了这么一大笔钱 不一定能够成为中流砥柱 贫富差距扩大 为何是一件必须重视的事 因为一旦中产阶级族群 部分都是往低层走 而非往上爬 对于社会的稳定性 势必带来冲击 特别新闻连至救援宣台会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